大宰力盘又主席管了 红色包装 好心情啊 封面戴小黄 在武师啊 不运满 之前只玩过旁边的 这一个说不定更好 一包肯定不够 钱都带走 老板 钱账 大宰力盘大家啦 带子喜气洋洋的 可不能撕坏了 两个线吧 小宝贝 卡仕图 五龙款应该是隐藏 这一袋抽到了提灯笼的大小黑 撕裂卡空下来 啊好 等等 我记得好像还有藏保护膜 这了果然 头亮了好多 不好 看这一包是谁 长漏款 收红包的大小黄 对了 大家每年都会收多少红包 第三包 出到隐藏了 哎不对 这好像是下面的写食款 就知道 隐藏哪那么容易 看看第四个 换洗款 些福字的大小黄 大小黑肯定在想 这小子还有这技能 第五个 哎 这不和上个差不多吗 成了款 第六个 出了不你 还是成了款 拿星球的大小兰 也是特别无奈 不好 第七个 换洗款 大小兰和大小粉 至少改变量傻傻的 其实力盘不差 光这也摆着也挺好看 不过还是逼起来吧 第八个 长乐款 打骨子的小粉 两只手抱着小锤子 好萌啊 他还没有注意他 还是长乐款 拿着窗瓜的小粉蛋 第十个 不停 出古老管了 等等 这包怎么没有卡片 原来在袋子里 不对 他好像被粘住了 用力 完了 包好像用力过猛 给他折了 不过远看应该不影响 隐藏款就是不一样 售下两包 一起占 切开这个 放鞭炮的带小黑 最后一个 躺平在烟花里的带小兰 哎 他的牌子颜色不一样 中正拆了十二个粒毛 竟然都没中过 把卡片放的蛋仔卡得了 一盘摆起来 真不错 又是完美的一天 achi 下集完